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下一个问题 有同学梦见自己被法院判处居于六个月 这里面好像是藐视法庭 请师傅解冒 如果在梦中发现这种被判刑了或者被人家抓起来了 这个实际上就是他要度过一段时间非常不顺心的一段时间 一般是三个月 哦 这样是吧 谢谢师傅 叫他忍耐一下 要忍耐 哦 哦 好吧 谢谢师傅 如果在家里烧中阻割后 佛堂里烟很大 或者香烟 香燃烧的烟味很大的话 在香害燃烧的情况下 可以开窗通风吗 可以 嗯 好 谢谢师傅 同修的名字叫李卫慧 如果同事朋友都亲切的称他为慧慧 这样的话 会对同修有强吗 会造成恐怖不齐吗 那当然不好了 会会么会气呀 哦 是这样的是吧 啊 其他没什么 主要是叫了名字么会气呀 会会会和么就会气了呀 嗯 这个音啊 音不好的呀 你改个名字嘛 瑞瑞好了 他叫李瑞会什么啦 对对对 那就瑞瑞好了 谁叫他名字不好的啦 过去 过去还有人叫二狗呢 那人家当然叫他狗 二狗 那你自己起的呀 是是是 对不对呀 嗯 对对对 又不是人家要叫你会 会气的了 是你自己起的呀 对不对呀 对对对 是师傅 如果亡人的骨灰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安放在公墓 而一直藏放在火荡场的话 对亡人会有影响吗 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火荡场们本来就给人家放骨灰的 哦 明白吧 这样的话 家里人给亡人烧送小房子的话 会影响亡人往上走啊 装小王子不会的 他就是说放在骨灰盒里 他也是一个地方啊 你给他装小房子 他还是有名有姓的 嗯 是是 嗯 好 谢谢师傅 嗯 我们做饭用的锅 如果有好多种颜色可以选择的话 用什么颜色的比较好呢 锅是吧 嗯 对 比如有红蓝粉白绿橘色等颜色可以选的话 选什么样 啊 选锅是吧 锅怎么最好白一点了 嗯 白色的锅是吧 啊 就是瓷的锅是白色的 嗯 嗯 好 一般的呢 就是铁的 铁的袜子当然黑的了 铁的去弄个白的干嘛 银色的嘛 不是太好呀 嗯 是是是 嗯 还有个问题是 不同颜色的袜子可以混着穿吗 比如一只脚穿一只蓝色 一只脚穿一只蓝色 啊 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曾经病啊 好 谢谢 演小丑啊 一个袜子红的 一个袜子蓝的 哈哈 哈哈 你怎么想得出来的 一双蓝的坏了一只 一双白的又坏了一只 他还不想扔掉 扔掉扔掉扔掉 要倒霉的 不可以是吧 要倒霉的 筷子一个高一个低都要倒霉的 袜子 两个不一样都会倒霉的 人一定要一双的 成双作对啊 人要欢喜啊 人家说红双喜啊 对不对啊 你不舍得扔掉一个红的一个蓝的 你这不 你这不开玩笑啊 你 哈哈 是是是是 那也没节约到那份上 一双袜子你能有几个钱呢 几个钱是吧 有一个方法呀 有一个方法呀 一个红的一个蓝的 他不愿意不舍得 叫他再去买一双红的一双蓝 那么好了 两个混着穿吧 穿成那个坏掉了 再扔掉一只 那不就一双了吗 哈哈哈哈 必须颜色一致是吧 当然了当然了 开玩笑了 是是是 师父开始过说 帮助别人设佛才功德很大 现在有些同修就很发心 全免费帮助同修们设佛才 不管外地的还是当地的 就会帮助全免费 毕竟费用很大 路费佛才上的用品等等 一个人财力不够的话呢 发心的同修就会和生癌症 大病或者有钱同修说 拿出一些钱来做功德了 请问这样说如理如法吗 当然不如理不如法 人家人家要死快了 你还要死人钱啊 人家我告诉你 你再怎么样 你会做功德的话 你也不能去问人家要钱来做 这就是错的 人家家里佛才在插 菩萨照样去 因为人家诚心诚意 你只要动了这种脑筋来 你就不好了 听不懂啊 嗯 是是是 那这个同修需要念礼佛和小房子吗 要 而且这种事情不能做的 比方说 比方说人家去帮人家设佛台 人家他钱很多 他又不想出 他说我来跟你们这种生癌症的病人来接远一点 你们做做功德吧 把钱给我 我来给人家设佛台 你讲得清楚的 这不叫恋财啊 对不对啊 想出方法来赚钱 不可以 这个 是 这个 这个就是刚才这个师兄啊 他梦到师父到他梦里说 他时间不多了 同修说 师父我能上去吗 师父说能 嗯 你再设一千个佛台吧 旁边的同修的姐姐就说 他帮他的弟弟放甲鱼吧 师父说你愿意让他在人间待着 梦就行了 请师父解梦 这还不懂啊 嗯 这就是很简单了 我告诉你 他 他在设佛台当中 他有漏了 时间不多了 他设佛台设这么多 他怎么还会 还会死啊 开玩笑了 有漏了 拿了人家的钱了 我跟你说 设佛台的钱 那整 玩最最最 叫出佛身上的血 你比其他的还要厉害 其他的还好一点 他这个更厉害 直接出佛身上的血 听不懂啊 是是是 嗯 还是一位同修 呃 过一段时间呢 这位 同修的妹妹做了个梦 说他哥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 他就去找法官救了哥哥 到那以后呢 他妹妹问法官 我哥犯什么错了 一年里感觉已经关一两个月了 法官 法官说还没定呢 那边说 那没定就放了吧 关那么 关那么久了 法官说好 但是你得担保 就看到法官拿了一张纸 还有个长方形的印章 感觉那字也不是 全人间的名字 这次他就抬头看到哥哥 从小房间里走出来 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 弄就行了 这还不懂啊 已经被下面判上了 麻烦了 哦 被下面判上了 嗯 出事了 他已经出事了 他已经出事了 他不能再做 他不能再做佛台了 需要念多少遍礼 108遍 108遍是吧 嗯 那好 谢谢师傅 呃 如果家人不幸福 上乡时帮他们上乡 一年中出现全家人一起 归拜的画面 是不是他们更容易得到 葡萄的加持 对 我告诉你 他就是不相信 他帮助上乡 只要心中没杂念 照样有功德 好 谢谢师傅 呃 同修梦见后背上 长了个包 说是得了圣病引起 梦里抱着一个朋友家的孩子 说要得圣病 不能治愈的 梦里同修很难过 同修趴在一个床上 边哭边说 我有菩萨和师傅 呃 现实中呢 同修没有圣病 请师傅解梦 那很快要生病 就是得圣病吗 对啊 哦 这样子 听不懂啊 好 嗯 嗯 知道了 师傅 嗯 同修梦到有一个像师傅一样的人 跟同修说 你这结给给你儿子了 同修听到后就想 怪物的儿子磨难这么重 呃 转了一个镜头呢 师傅又站在一个门旁 对同修说 你有大结 一历九月初九要死人了 现实中呢 同修的儿子有强迫症 自闭症 整天在房间里待着 修学在家 天天在家打电脑 请师傅捡问了 我说 这个同修有结是吧 对对对 不是说他儿子是吧 一说的儿子 啊 那就麻烦了 你要当心啊 他儿子会 拿把刀杀 他杀了也活该了 因为 因为精神病 忧郁症不判刑的 哦 听不懂啊 他是替儿子 背叶了吗 肯定的 讲都不要讲的 嗯 哦 那怎么化解呢 小房子念的不够认真 不够多 要许大愿 你问他自己吃素了 没吃素 啊 这个 同修没吃素 好了 没吃素背得更快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师傅 好了 下一个问题 有位同修 二月一号网上了 有位同修 梦见这位网上的同修呢 一年里是穿着全白的衣服 其他同修给这位 网上的同修衣服 贴上保鲜膜 同时做梦的这位师兄 这位同修啊 手上拿着这位网上同修 胸口带着一个徽章 一年里是取下来给这位 做梦的同修 请师傅姐问 这就是说 因为他帮了他了 他拿到一定的功德了 哦 徽章是好事情 嗯 如果其他的东西啊 衣服啊 鞋子啊 什么东西 全部都是他帮他背叶 死了之后还在背叶 嗯 嗯 好 谢谢师傅 嗯 同修晚上上乡 求同修说 好想跟着师傅弘法 但家人阻碍脚大 问能不能去海南工作弘法 请同修给同修梦境电话 之后同修就梦见舅舅给他打电话 号码是从海南打过来的 现实生活中呢 同修舅舅在横扬 同修当时感觉正在海外参加法会 接着电话之后舅舅说 他每次从外地回来 同修都跑出国了 每个月都往外跑 很生气的挂电话了 请师傅捡梦 他想到海南是吧 嗯 对对对 嗯 那要当心点了 因为他舅舅说他在海南 跟他打电话 拒绝了他了 这个梦暗示他现在海南暂时还去不了 哦 嗯 这样子吧 你好 谢谢师傅 嗯 请问师傅 从事教师工作和医生的工作 这两种职业的人 如果没有造太大的恶业 是不是过世时就能往生到天界了 应该是的 如果没有做很多的大业的话 一般的人都能够到天界了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转头人胎 明白吗 嗯 因为你是人 一般都是人 你只有说我要上天 你才会有这个机缘上天 你连这个 就是申请都没有 你上不了天的 明白吗 谢谢 有些同修我们梦境很好 其实修行境界都很好 但可是现实生活中 同修境界没有梦里提示的那么高 请师傅解释是什么原因 梦里境界很高 现实生活境界不高 是不是啊 对对对 那很简单了 那内心修得很高了 在人间实际上还不是太高修的 很简单 谢谢师傅 就是内心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但是在现实当中做的还不够 没行动呀 很多人天天说我要进步 我要努力没行动呀 不过境界是吧 对呀 境界有的 有境界不一定啊 人家说嘴上一 对对对 人家说 口 像一个人戴卫生口罩一样 口罩一戴嘴上一套啊 明白了吗 没用的 天天说我要一事修成 我要 学菩萨 我要救度众生 从来不出来的 救救生哪个众生啊 救鬼啊 明白了吗 明白 谢谢师傅 请问师傅 有位师兄经常梦见银行两个字 请问是什么意思 想钱想了太多了 哈哈 下一个问题 有位师兄曾经梦见数字 比如五百 做了几天呢 在梦里变成四百多 做几天又变成三百多 梦见的数字一次几次少 请师傅解梦了 钱用掉了呀 一天用掉一点 跟你开玩笑 没有跟你开玩笑 跟你开玩笑 就是说 他本来需要的小房子多 现在越来越少了呀 嗯 啊 消夜消得好 消夜消得好呀 呵呵 呵呵 好 师傅 嗯 有位同修梦见仆子啊 要带他上天去修禅命期间 嗯 但是同修忙于一些事情 错过了几分钟 嗯 没有跟随 托了上去 请师傅解忘 这很简单 说明他 越过了很多的 就是说 去 就是错过了很多好的机缘呀 哦 嗯 有一个人做梦做到 啊 一定能 我一定能去开访会的 最后他错过机缘 机缘还是很重要的 不是说你做梦做到了 你一定能成功的 嗯 这个叫现实当中努力的 明白了吗 明白 请师傅开始一下 呃 观自在 是不是观想六根 是否平静 六根引起六成 没有能够破除法治 于我是迷惑颠倒 所以没有召见五蕴接风 观自在 实际上 你已经 人家说自由自在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要把自己 整个人生 把自己的灵魂 看得非常的自由自在 完全看 看住自己 那么怎么样叫自由啊 自由就是精神没有解脱呀 而就没有束缚呀 你不是解脱了吗 开悟的人不就是自由自在了吗 所以观自在 他就是说经常观自己的身体 观自己的灵魂 看看是不是自在啊 你说如果自由自在 你不就放下解脱了吗 明白了吗 嗯 嗯 所以很多人不懂的 还以为啊 观自在菩萨 实际上观自在菩萨 这已经是凡文翻成汉文了呀 啊 啊 还不懂的很多人 还以为这样 全部是翻过来了 翻过来都把它翻成 翻成中文的意思了 已经完全就变成中文的意思了 明白吗 不是凡文的 好了 嗯 好 还有一个事的 是通修梦到我拿一袋水果 但是那些水果都掉在泥巴地点了 都砸了很多很多的泥土 嗯 水果都变黑了 嗯 吃不了 好了 功德有漏 帮人家背叶 那就是你 啊 嗯 他接着还有一段是 嗯 接着 嗯 我和做梦的同修说 自己延误了两个班航程 请师傅解梦了 要当心啊 退转 实际上是属于懈怠两次啊 啊 就说懈怠了是吧 懈怠了 你要当心啊 我看你是救人的时候 不要男女色分的太轻啊 嗯 跟女 跟女同修 一起同修的时候 要那灵魂特别干净 你听不懂啊 啊 是是是 好了 否则就是苹果掉在泥巴里了 而且变傻了 那就完了 对对对 你白修了 听懂吗 白修 嗯 明白 嗯 嗯 有位同修去年往生的 他在世的时候得了重病 自己稍微有两千多张小房 节约了也有四千多张 最近他这女儿梦到他要逃狗了 这个能是真的吗 是啊 肯定的 那这样他怎么样能再救他这个母亲呢 就他母亲的话就好好的许愿呀 让他母亲自己许愿的 否则就是狗 苦啊 很苦的 拖一个狗就完了 拖一个狗 心里面知道的 嘴巴里面讲不出来的 还要为主人去 去去去守夜 还要为主人开门 一辈子 就是这样 那许愿之后需要 大概需要多少张小房门 108张 108张是吧 嗯 嗯 那好 谢谢师傅 嗯 你最快有个问题 是如果说 嗯 一位女同修啊 她是上学的时候 上大学的时候 她的身份号和她的妹妹的号 变成一天出生的 因为她那当时 帮这个人 帮工作的人 搞错了 附近这个方面 她这个 她想问就是 她的身份证 上的户口 上的名字 都是内感 就是说那个日期 跟她妹妹是一样的了 这样的话 是不是也会受到 她妹妹的影响 会的 会的是吧 嗯 当然 举个点简单的例子 对不对啊 嗯 你比方说 要抓一个强盗 叫某某某 你跟她名字一样 先被人家抓进去 问一顿 说不定 打一顿再把你放出来 也可能了 哈哈 哈哈 那这位同修 需要怎么样能 把这个影响 降到 好好念经啊 有什么办法的 嗯 嗯 好 谢谢 我今天没有问题了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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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弟子上官 圣经菩萨请安 向师父请安 师父啊 对不起啊 师父 我们平时七寇拜啊 前面六寇拜是给六尊菩萨 请问师父 第七个课头是给自信佛吗 我不会讲给你听的 你自己靠悟性的 我就讲给你听 第一尊是不能讲的 OK 后面六尊 就是我们现在的六位菩萨 好了 哦 OK 那么师父 十三个 我们扣十三个课头啊 有什么讲究吗 什么 我们扣十三个课头啊 有什么讲究吗 扣十三个头有讲究的呀 一般的到了十三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一种回顾 就是一个轮回 就是一个忏悔 就是一个重新来 听得懂吗 听得懂 OK 好 师父啊 那么课头拜菩萨的时候啊 就要动中有境 做着念经就定中有动 是这样吗 师父 动和境实际上讲的是你心 听得懂吧 我问你心可以不动不了 你坐在那里心动可以不了 一定动了 好了 听不懂啊 哦 明白吧 这样如何 哦 这样可以理解为禅定吗 如果动中有境 对啊 对啊 就是啊 你比方说 你身体动了 你心没有动 那也可以 那个是外 外心和内心的区别 还有一种呢 是你的内心在 在如如不动 外 外心 在动 外心动是什么 你耳朵听到外面的声音 听不懂啊 嗯 嗯 啊 啊 明白 啊 所以他都有讲究的 所以 一般的人家来说 啊 就是比方说 内心动和外心动 他有讲究的 啊 内心呢 是观自己的内心 啊 嗯 那么 这个这个这个 外心呢 啊 就是说 我们说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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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外心 看外心的话 实际上就是 这个这个 讲的就是 我们 说 你的对外成的所染 所感悟 啊 就是外心 明白了吗 哦 明白明白 明白 那么师傅 我们天天都这样 静中有动 动中有进的念情和拜菩萨 呃 时间长热哦 就很容易解脱心中的杂念和烦恼 呃 我的理解对吗 师傅 对啊 完全正确 OK OK 好 呃 感恩师傅 这边呢 人道无求 品质高 请教师傅 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成 无欲自然 心如水吗 差不多 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解释的 人道 嗯 啊 无求品质高 一个人没有要求了 你品质当然高了 你比方说一个女的 对不对啊 嗯 你不要人家男人财 不要人家男人这个 不要人家那个男人 人家男人尊重你了 尊重尊重 啊 你说你说你给我多少多少钱 我嫁给你 你给我买多少金银首饰 我嫁给你 啊 你要有多少多少东西 我嫁给你 你说你嫁给他之后 他看得起你了 看不起 看不起 就像 就像师父哦 你看到 当我们求人的时候 一般上我们的语气 都会很低声下气这样哦 对啊 这是 嗯 对啊 为什么知道不了 呃 啊 怎样 为什么要低声下气了 因为我们要求啊 好了 要得到 好了 你 反而 你无求的时候 你是不是品质高了 境界就高了 啊 而且还很自在 对啊 你无欲的话 你没有欲望的话 你当然了 心就平静了嘛 对不对啊 嗯 现在人家 不管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人家给师父讲座 我就拿 人家不给我讲座 我从来不求的 有什么好求的啦 明白 对不对啊 人家愿意给你啊 那那就是给你的了 很好啊 嗯 对不对 你对社会有贡献了 人家给你的呀 对不对啊 嗯 对对对对 师父啊 我们如果为众生求啊 这样算是有所求吗 为众生求本身就是高尚的 他已经不算求了 他已经脱离了低级的 低级趣味的为自己所求 因为不是为我向了 没有着向了 为众生求本身就是一个理想 就是一个我们说一个很高的境界 他已经不属于有求了 明白了吗 哦 哦 ok 有求皆苦不是指这种了 明白吗 哦 ok ok 明白明白 那么师父你看来 当我们求不到的时候啊 还会感到痛苦啊 这是不是我们所谓的求不得苦呢 对啊 是啊 嗯 我问你 如果一个县长啊 为了当地的老百姓 到省里去跟省长去求 说给我们县里什么怎么怎么怎么 你说这个省长会看得起他吧 当然看得起他了 如果一个县长跑到省长这里去省长啊 你帮我家里搞搞定啊 我家里这个怎么 你说省长会看得起他吧 嗯 好了 明白 明白 那么 那么这边的师父 当师父为众神求啊 让众神泼米开物 可是还有很多众神沉沦苦海 师父看到这么多众神还没得度 师父流下了慈悲的眼泪 师父 师父 你会想观察你菩萨 受苦吗 我不受苦 菩萨都知道 为什么菩萨整天心疼我了 嗯 我不要讲的 我讲都不要讲的 菩萨会都什么会不知道 什么叫菩萨了 就像一个小孩子受点委屈 妈妈会不知道吧 知道了 你读书回到家里来 你不讲话 妈妈会不知道你孩子受委屈了 对啊 而且还很心疼 对了 妈妈会对孩子更好啊 师父们就是 这个方法们最好了 不要去讲啊 语无声处啊 语无声处啊 你才能够听到真正的声音啊 对不对啊 整天叽叽呱呱叽叽呱呱 没用了 人家不要听了 嗯 明白明白 师父 师父 师父有时候你那么心痛我们 是不是也会为这些众神悲愿呢 卑呀 不卑呀 不卑 卑会驮的 不卑会这个样子的 不卑会老了这个快啊 没办法 嗯 如果里面要长时间 长久就睡 对啊 天天生气啊 连自己的弟子法师都不听话 叫他晚上要睡觉 他不睡 你怎么办了 嗯 你说这 你说你说 你说你有什么办法 你告诉我呀 哦 师父的话都不听 你还有什么办法了 嗯 没有用的 执着的来简直就是 永远 雷打不动的 刀枪不露的 开什么玩笑 真的 完了 这叫修心啊 修么就是改正呀 什么叫修心了 修么就是修正呀 脸皮都没了 怎么死不改悔的变成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还可以再问吗 讲吧 师父啊 刚才师父 开始 请教师父 十二因缘 有十二个 环环相扣 我们是否 要破除十二因缘的 其中一个 就能断轮飞呢 请师父 出来开始 不行了 要断很多了 十二因缘 它虽然是 环环相扣 但是它不是你 一下子全断得了的 哦 明白吗 因为因为它这个 因缘果报 虽然是这个 这个连续性的 但是它毕竟 还是有问题在里面 它因为环环相扣 你扣掉一个地方 它其他的还有的呀 excuse me 听得懂吗 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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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啊 这里啊 当然师父 这里我弟子不明白啊 请问师父 怎么理解 有违法 是坚信之人 与一切无所求 就是有违法呢 你首先要有违法 跟无违法 要搞懂呀 啊 你要 你现在讲给我听 你怎么认为 有违法的 什么叫有违法呢 有违法就是 呃 有所作为 有所作为 而无所作为 你到底有作为 还是 有违法就是 指因缘合合而成的 一切事物 听得懂吗 OK 是这样讲的 有违 是有所作为呀 对不对啊 啊 啊 这有违法 那是因缘合合而成的 对不对啊 哦 OK 所以这个有违法 它也是生住一灭呀 哦 它有特重的 所以它就是说 我们称为 啊 这个这个 因缘 啊 因缘来了 啊 合合而成了 啊 哦 那五运 五运 都是 所以有违法的 哦 五运 都是有违法 啊 所以 我们说 有时候 生住一灭 四相 啊 生住一灭 四相 它本身 就是 四有违相 啊 有违法 无违法 和有违相 有违法 它是不同的境界的 明白了吗 哦 OK OK 所以你们真的听都听不懂 我跟你们讲 你们只能OK OK 这个还要学 师父 好好学吧 搞也搞不懂 好好好 一定一定 当然师父 关于霸蒂菩萨的境界 什么 已经不把 啊 关于霸蒂菩萨的境界 嗯 已经不把功德 当做功德来用 是怎么理解呢 你说 你说一个妈妈为孩子做事情 会觉得 她在做好 是不是 不会 好了 听不懂啊 你想想看 我去举个例子给你听听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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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在做好事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 她已经不认为 自己是做好事了 你说对人 哦 你说对人境界够不够了 哦 师父你看啊 这样子 你看啊 呃 就算要 就算我们要救人 也不用想 用什么方法去救 而是 行为出来 已经是方法了 是这么理解吗 对啊 就是对了 你这句话 很 很有智慧啊 你的行为做出来 你已经是个好人了 你根本用不到去想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了 嗯 对不对 因为 因为六地菩萨开始 七 已经到八地菩萨的境界 都是已经 应该是大会了 大智慧了 哎呀 OK 已经大智慧了 她 她是 已经是若生若灭了 明白了吗 她已经离一切 法 自性向了 没了 她没自性向了 她已经完全就是说 已经说八地菩萨生门圆绝了 这还不懂啊 OK 她已经 已经我们讲起来 一切是唯心意识 她已经能够观察到 这个一切是唯心 造 这个分别意识 已经在她这里 已经没有了 所以她已经 看不到她自己 她我所不见到的 这个 法的种种诸相 已经 我已经看不到 这个这个人间 所有的种种法相了 她没有了 她 所以她不会生出执着之心啊 她没有执着之相了 她没有人间 所有的 一切的 这种习惯了 明白吗 她已经得到 八地菩萨已经是大智慧 她已经得到 大智慧的三昧了 她完全自由了 自由了 完全自由了 听得懂吗 那么师父 你看啊 这样子不就是 不食善 不食恶 方正菩提神 对啊 请问师父 她没有善 没有恶 并不是说 她做出来的事情 没有善恶 而是说 她已经不知道 这是善和恶了 她做出来就是善 她做出来就是菩萨的事情 你说她有什么了 那么请问师父 请问师父 那么菩萨救人 还会有念头吗 菩萨救人 就是没念头了呀 菩萨有念头 佛啊 八地菩萨 七地菩萨 六地菩萨 她就开始没念头了呀 哦 他有什么念头啊 他救人 他已经作为己任了 他作为自己的任务了 他根本没有 没有说我要救你 他没有我了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我问你 我问你一个游泳池里的救生员 看见人家要溺水了 你说他跳下去 他还会想到我要救你呀 没了 他就觉得我应该做的 这个事情我必须要做的 对不对 所以他的脑子里 八地菩萨 他已经灭尽了一切烦恼的种子了 没有烦恼了 所以他的智慧非常的清静 所以他才能安住在八地境界啊 听得懂了 听得懂了 干净啊 就是你们在师父身边 必须要有非常干净 像我们的那些秘书住的小朋友 你不干净 你就待在师父身边待不住 你这个境界 你在八地里住 你就必须要干净 已经灭尽了 所有的一切烦恼 也就是说你在八地境界 你没有烦恼的人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没想到像你这种水平 居然还能问出这种问题 让师父来高难度的给你怀恼 师父帮东修 帮东修不是我 当然师父 那么这边 听人诽谤 应该有怜悯之心 叫怜悯悲心 敬之如大善之事 我们每次听到都是善之事 请教师父 何谓大善之事呢 善之事 我问你 师父是不是善之事了 对对对 那你在救人的时候 你是不是善之事了 对 那师父比你救的人多 是不是大善之事了 什么叫知识了 知识 知识是什么 是不是不懂啊 明白 我问你知识是什么了 知识啊 善知识是什么了 知识就是一种能量 知识就是你懂了 比人家懂 对不对啊 那么什么叫善啊 叫人 学佛 叫人家学佛 叫人家进步 叫人家改邪归正 这不叫善吗 对 劝人为善 好了 那不叫善之事吗 那么大就是属于师父 那么大就是属于师父 大就是大大地大呀 师父们就是救的人多么 讲的法多不就大善之事吗 你讲的法少么 你小善之事呀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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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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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父啊 这里五毒的贪嗔痴慢疑哦 贪不到便起憎恨 憎恨后长疑痴 这三毒都有连贯性的 那么后面两毒慢疑 是否也有连贯性的呢 请师父直接开始 也有啊 傲慢啊 傲慢的人呢 就怀疑别人了 对不对啊 你比方说你傲慢啊 你就看不起他 人家说这个事情是他做的 啊 他做的 他能做出这种事情吗 啊 怀疑了吧 就像你这种人 你怕突然之间提出来 今天比较深奥的佛法了 啊 像你这种人还能提得出 这种佛法知识啊 我怀疑了 我就怀疑你了 听不懂啊 哦 昨天我 昨天我还可以 因为是想讨论 这个我们都举不到例子出来啊 师父这样子一举 我们就明白啊 举不了例子 你看看你是谁的呀 你看看 看见了吗 怀疑你来了吗 不能傲慢 一傲慢就怀疑你了 哎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么师父你看了 我们一般上我们都说 贪嗔痴慢疑嘛 你看 如何理解 慢疑和贪嗔痴 有连关性呢 就好像 贪有 贪能够 贪就变到 整整 就变到这个吃 吃怎样接下去 这个凹呢 傲慢呢 贪嗔痴慢疑 为什么 这就提 参称痴是三毒啊 没有说五毒啊 那两个不算毒 慢 傲慢 跟那个毒 不一样的 傲慢是 你积累到 知识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你会产生 人本体的一种傲慢心 明白吗 这是不好的 并不是说是一个毒 所以贪嗔痴是三毒 那个慢和疑 那是人间的一种品行 一种道德 不够完 不够圆满的道德 不够软容宽容的道德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哎呀 OK 好 师父 你看啊 师父 贪嗔痴 靠接丁会来去除 那么傲慢是靠什么呢 傲慢是靠谦虚啊 谨慎啊 借教啊 借照啊 你对不对啊 不要骄傲啊 一个人不要骄傲啊 一个人叫 菩萨教我们什么 菩萨教我们谦虚吧 对对对 菩萨教我们 严守戒律吧 你守戒的话 你就不会 就不会傲慢了 你就不会慢了 你守戒的话 你就不会怀疑人家了 对不对啊 你相信众生 你怎么会怀疑呢 明白明白 哎呀 好干 师父 有很多的高僧大德 遇到任何的逆境 都不起疑心 遇到坏人 遇到坏人 也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 处于安然自在 也不担心 这个人是来害我的 连防人之心都没有 请问师父 是不是他们知道 有些果报 是要自己去受的 必来之得安之 所以才不去避开 这些截难呢 你这个是完全就是妙论 所以佛法里边 最要防止的 就是这些妙论 妙论 什么意思 妙论就是 就是不是正确的 这个言论 叫妙论 哦 OK 怎么 你怎么知道 高僧大德 他们不防啊 高僧大德 全有防人之心的 一个人被人家要伤害 他本身就是一种愚痴啊 对不对啊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 被人家伤害啊 你告诉我呀 嗯 你不是开玩笑啊 哪有不防人家的 只是说 他不介意 不执着 他防被死防了 他知道了 他不执着在里边 哦 他叫随缘 哎 他叫随缘 他怎么会不知道 不知道他叫愚痴 很多人被人家骗了 还不知道 那叫愚痴 不叫智慧 听不懂啊 哦 明白 就像你一样的 明白了吗 你看讲他愚痴 电话挂了 呵呵 不是他挂的 菩萨不给他了 太愚痴了 看见了吧 师父讲得太厉害了 气场太大 接不上气场了 人不能太愚痴啊 真的 傲慢也不好 疑心病太重也不好 疑心病到后来就是神经病 你去看神经病开始都是怀疑 所以人家说 哎呦 神经病哦 呦 我根本想都没想过 我讲都没讲过 呦 他会想的 那神经病的前期开始了吧 啊 就是这样 所以怀疑心很不要的 要了你很可能就得神经病了 啊 脑子坏掉了 整天怀疑人家 你说你这人脑子不就坏掉了 整天动小脑筋 我为什么叫弟子不要动小脑筋啊 你整天动小脑筋 你第一伤害自己 第二伤害别人呢 你有什么好动啊 小脑筋有什么好处啊 没智慧的 一个好好的人去动动物的脑筋 小脑筋都是动物斗的 啊 大脑 啊 大脑的皮层 那才是人类应该拥有的 所以你去看动小脑筋的老鼠 眼睛就像老鼠一样的 转来转去 小脑筋多呀 啊 你去看动小脑筋多 眼睛也会小的 哎 想吧 哦 对 师父请安 哦 请师父开示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啊 师父曾经开示过说 灵性索命 要用功德来还 同修问如果出现一定要用功德还债的情况 该如何跟菩萨祈求 是否跟菩萨说直接说用这个功德还给要经者 对啊 可以啊 你欠人家的琴了 欠人家的钱了 你必须要有功德来还的 明白了吗 哦 明白 感谢师父 还有就是同修梦见一棵树 呃 开满了花 然后这个 穿破了这个屋顶 这是什么意思 这好啊 破土而出啊 哦 是 很好啊 穿破了屋顶的话 就是你打破了小我呀 屋子嘛 就是自我的呀 你这样还不懂啊 你境界提升啊 哦 好 明白 感恩师父开始 然后那个同修想问 法会结束后 因为剩下了几千张的那个邀请函嘛 上面印有师父的头像 请问应该如何如理如法的处理啊 把把法会的时间贴掉 这样可以发出去作为传单吧 哦 给人家知道不可以的 浪费干嘛了 哦 哦 明白明白 感恩师父开始 嗯 嗯 再请问师父 那个同修是做素食甜点给别人吃 他问能不能跟菩萨说 让他们多吃一次素食 就少吃一点荤 并且让他们能够结上佛缘 能不能这样讲啊 可以啊 这样讲的话嘛 就功德更大 其实都应该讲的啊 做点善事的时候 其实应该讲这个话的话功德更大 嗯 你想想看你吃饭的时候 你稍微冥想两 几秒钟 你说感谢观世音菩萨赐给我粮食 就这么讲一讲 就这么心里很自然的讲一下 那你这个吃饭 就比一般普通人吃素食就功德更大一点呢 你有感恩心啊 嗯 这还不懂啊 嗯 懂了懂了 感恩师父 嗯 然后同修想问 他家佛台不够长 他要在上面加一块板 呃 那想问超出原来桌面部分 就加出来的这一部分板 能不能上 上面能不能放菩萨像吗 可以的 就是要黄布铺的 像一个桌子一样 嗯 好的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嗯 同修梦到去银行存了五万块钱 但提不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 存进去拿不出来 功德 做进去了 拿不出来 就是说明你有漏要补 也就是说你的业障还是很重 也就是说这五万块钱 已经不能作为现钞拿出来了 已经先还债了 不懂啊 哦 就功德用去抵债了 对了 功德用去自己的业障了 还消业了呀 嗯 嗯 好明白 感恩师父开始 嗯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通灵人给别人看病 同时他还向人家宣传心灵法门 把书籍等法宝免费发给他们看 同修问 这样的情况 他能不能就是 提供我们的书跟罚宝给他 要看的 他如果这个通灵人他收钱呢 在外面搞来搞去呀 那当然就不好了 如果他 他给人家看 他本来就是不收钱的 然后他这个东西 通灵人呢 这个这个这个 随缘吧 不要给他太多吧 因为这种方式 虽然可以就一部分听众 但是你要记住 大部分的人不是靠他这么通灵就来的 还是靠别人的悟性 自觉觉悟啊 觉他 听不懂啊 嗯 明白 不要反对他 随缘让他度一些人 不要去鼓励他 就可以了嘛 可以给他结缘一些书籍 这个都没关系的 但是问题你不能鼓励他 鼓励他好了 大家以后都去找通灵人 那好的坏的都有啊 那就麻烦了 明白了吗 都找鬼去了 嗯 明白了 因为很多通灵人身上都是鬼残生啊 明白吗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好感恩师傅 然后师傅 您以前说如果床很久没有人睡的话 可以在上面放一块红布嘛 同修想问这块红布有没有尺寸要求 是不是要把枕装床盖住啊 如果 讲 讲那个正规点的话的话 这个床如果没人睡的话 最好我们用枕装床红布盖住 哦 或者就是说只是盖枕头 枕头到到那个床单的地方 就是连那个床架子和床 床架子和床头都不要盖 哦 所以你要记住 如果连头连床架跟床尾都盖着 那就死人的床了 不能盖了 所以过去人家全部盖住 这是很倒霉的家里 很多人不懂的 哦 嗯 就是说把枕装丝的布会盖住对吧 对了 所以很多人傻傻的 家里老没人看 拿块白布 床单呢 他怕灰尘嘛 床头和床尾全部盖住 那不就死人了吗 这还不懂啊 嗯 你看医院里死人不就全部那个床盖住了吗 哦 是的 明白了吗 你红布的话你可以洗轻一点 就盖 盖西蒙斯的地方不就得了吗 好了 嗯 明白了 感恩师傅 然后还有一个同修在打扫厕所的时候 他菩萨挂坠 露在衣服外面 呃 不小心碰了一下坐边器 这个还能继续带吗 没关系 你以为菩萨在你 在你这个挂坠上啊 不是的 嗯 嗯 嗯 感恩师傅 师傅 还有一个同修昨天早上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就是有一个凤坑 就像厕所满出来了 然后有几张呃 被别人捡出来的小房子飘在那上面 粘了大便的 然后他心里想这肯定不是他的小房子 然后旁边有个声音跟他说 他说你去找某某 某某是个同修 他说他的小房子质量好 三十块一张 呃 你如果去找他三十块 你就能拿一张念好的小房子 呃 但是现实中那个某某这个同修 他的确最近给别人念了一点小房子 但他没有收过钱 是不是这什么意思 这很简单 值 值 并不是说他收钱 他值 明白了吗 值这个价值 嗯 明白了吗 哦 哦那质量还可以吗 师傅 不错的呀 嗯 哦 这个同修他就他反馈一下 他最近就是听了师傅开始之后 他就用师傅你说的那个啊 画圆圈的方法来念小房子 就是圈圈圈一边圈一边念 一张小房子都这样念 然后很快就可以念完一张 比以前念的还快 对啊 我跟你说 我这个方法特别好 我就这么念的呀 你这样子画质量好啊 你就慢慢画画不要画太重 不要等到一边念完了 把那个红的地方都画了拖出来了 掉出来了 哦 对对对对 是的 那我听听的话 感恩师傅 师傅那为什么这样子念的速度比以前量可能会 快将近有十分钟了 这是为什么 这你心归一处啊 这还不懂啊 一心一意啊 那当然念的快乐 哦 感恩师傅 再请问师傅那个 同修上厕所的时候 不小心挂坠碰到了一下内裤 还可以继续戴吗 没关系的 也没关系的 这个人也太不小心了 一会喷这个 一会喷那个 有毛病啊 好了 感恩师傅看车 还有就是 同修享受我们的佛台 他之前自己供奉了一位是要师傅的相片 他想问现在该供奉在哪个位置 供奉了要师傅的相片啊 嗯 继续供啊 放在关帝菩萨这个边上也可以 关帝菩萨边上 哦 感恩师傅 再请问师傅 同修这三个月一直在放鱼籽 他梦见地上有些鱼籽 然后有一个男人过来收了很多鱼籽 放在一个桶里拿走了 这是什么鱼籽 啊 这就说明他已经放掉了呀 但是他有点漏 有点漏啊 就是有漏呀 放鱼籽没有放干净呀 哦 感恩师傅看车 还有就是同修以前有过婚外恋 他许愿四十九张小房子消除邪淫 他梦见上厕所是农村有坑的那种公共厕所 呃光线不好他怕掉在坑里就在厕所外面小便了 这算不算宵夜啊 是的 也是宵夜 宵夜 他就是实际上只要任何身体上和生理上的排泄 他都是属于宵夜的 没办法 哦 好的 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同修想问 他的经书潮湿了 可不可以用吹风机吹干 经书潮湿了可以的 可以的 弄干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然后那个同修梦见在本子上写了姐姐咒这三个字 咒这个字特别的粗 呃 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 就他在本子上 他做梦在本子上写了三个字 姐姐咒 就咒这个字呃 比另外两个字呢 要要要要粗 就是特别明显 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这没关系的 咒本身它就是一个经文的象征呀 所以很多人你要记住了 这个思晓咒里面的咒全是菩萨的经文呢 它不是一种咒语啊 这是两个概念的 咒语的咒 那是那是一种 我们说一种其他的法门的 比方说一种地府的 或者一种 其他的法门人家说念的咒语 啊 是这样 但是你说佛法上面 这个赵普出的佛教念诵集 传承下来的佛法里面的思晓咒 那全是菩萨的这经文呢 它只是因为小 它成为一种咒 实际上这个咒在佛经里面就成为一种经文 那你说要是咒是属于咒语的话 那大悲咒呢 对不对呀 它为什么也叫咒了 大悲咒们也是一个咒语 也是一个经文呢 它不能成为一种咒语啊 听不懂啊 嗯 听懂 那就是这个梦 就是提醒他要念姐姐咒 对吧 对啊 你六字大明咒 六个字就会成为一个佛经啊 六字大明咒也是佛经啊 这还不懂啊 嗯 明白 好吧 感恩师傅 嗯 师傅 还有在念大悲咒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念 就是说感知与察觉 即感知内心 察觉外心 请问这是菩萨给他的点化吗 是啊 感知内心 察觉外心 因为外面 只是你 是不是觉察 觉察外心 一样的 察觉 觉察不一样啊 观察 察官不一样啊 嗯 察言观色嘛 察官嘛 不是一样啊 嗯 那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只要 主要是 你对外面 外城 你只能看 察觉 一种是觉悟 一种感觉 对不对啊 感知 那是有感 有感而发 有感动 触动了你的心了 叫感 明白了吗 知道了 因为你有所感悟 所以你知道了这方面的事情 叫感知内心 察觉外心 就是对外心 所有的事物的发展 啊 有所察觉 知道这是什么因造成了 今天这个果 喂 没声音了 啊 请走不拉 啊 好了 OK 师傅 师傅开始 然后那个 呃 师傅 同学想问 他在 拜师 拜师前的 培训室里 看到 在世的父母 过来了 他们很高兴 实际上 他们没有参加 打会 这个可能是做梦啊 是做梦啊 他什么啦 他在拜师的现场当中 做梦 睡觉做梦看见啊 呃 他没说是什么 做梦 他就说看到父母 到拜师现场来了 但是 其实并没有来 跟他打会 但 他们很高兴 啊 那很简单的 爸爸妈妈 魂系 我们说魂系 法会啊 自己的魂呢 跟着法会就过来了 这个人心会 人心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人心 是谁也挡不住的 所以人家说 你这个爸爸妈妈 人心跟着孩子跑 孩子到哪里 爸爸妈妈的孩子 这心就跟到哪里 这还不懂啊 明白 就是他们也得到了加持 对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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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恩师傅 还有一个同修 梦到排变 但是很硬 这是什么意思啊 排变很硬啊 那就不消化 就说明在在在我们说一般的就是说排泄都是说一种 我们说一种消消除自己的业障啊 就是很硬的话 也就是说他这个要子业障很难消啊 他自己感受到很难消啊 明白吗 哦 明白了 好感恩师傅 还有一位同修 梦见走在一位女的法师身后 他们两个人中间有一朵巨大的白色莲花 跟人一样高 然后同修自己拖个小拉车 上面拉了一块巨大的豆腐 请师傅 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啊 拉个小拉车上面有一个巨大的豆腐 嗯 这个 这个这个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梦啊 你再讲一遍 就是他跟那个法师当中还有一朵巨大的莲花 巨型莲花 就不知道这个朵莲花是谁的 是他的还是法师的 嗯 啊这朵莲花是吧 嗯 不知道 一般来讲总是法师的 法师他因为有这个大的这个这个这个愿力嘛 这莲花总是跟着愿力跑的呀 明白吗 嗯 明白了 嗯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呃 同修梦到张三抓了很多香灰 放到李四的香炉里面 装满了还觉得不够 还在使劲地用手艺去压 请问是不是这是什么意思 这很简单的 背叶 张三背李四的压 李四背张三的压 张三把香灰往李四这里压是不是啦 对 我李四帮他背叶了呀 哦 哦 嗯 明白了 感恩师傅 嗯 然后还有同修想问 如果楼上邻居的楼梯 下面正好是同修的一间卧室 呃 这个卧室的风水是不是不好 当然不好了 天天被他踩在脚下 那好吧 嗯 你说好吧 那就 不好 那就贴山水花 是吧 师傅 对呀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还有同修想问 呃 那个您以前开始过说嘴唇上面有质的话 表示很有能力 很厉害 那如果在嘴唇这个部位有质 呃 是说明什么 师傅 那同修的儿子上嘴唇跟下嘴唇上都有质 上面有能力 呵呵呵 能力过剩 得罪人了 下面没饭吃了 哈哈哈哈 下嘴唇的质 在嘴巴的边上的话 真是药饭质 呵呵呵 那他不是长在边上 他长在嘴唇这个部位上面 哦 嘴唇啊 呵呵呵 对 呵呵 人家说女人叫性感 呵呵 男人叫什么 会说 呵呵 他儿子很会说的 呵呵 哦 呵呵 那他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就他给他念 不要乱讲就好了 男孩子啊 男孩子挡在嘴唇上啊 对 男孩子啊 这个这个这个没什么问题的 比较会说一点 没问题 而且嘛 哦 这就是背后讲讲了 就是以后不要跟他当面讲就是了 这种男孩子就是说朝三暮四的 经常会变化的 嗯 哦 这样 啊 为什么这还不懂啊 你嘴唇嘛 这老变的呀 一会看见 一会看不见 哦 这还不懂啊 明起来看不见 张开们就看见了 而且嘴巴这里 瞬息万变的呀 一讲话嘴巴就在动了 变化 嗯 听不懂啊 嗯 听得懂 那他从小教给他儿子念 清经 多念清经这种嘴巴 对啊 他说不定不伤自己 伤别人呢 伤别人 伤别人 伤别人不伤自己 听不懂啊 哦 听得懂啊 嗯 对吧 赶上师傅开始 还有就是 师傅 同修梦见在一个 很大的共修组里面念经 有一个面向 慈祥的女士过来 跟她说 你造业了 但你这个业会 造在别人身上 然后就画面 就出现了 她父母的样貌 后来她就追着 那个女士 请她指点 如何化解 女士微笑 跟她说 你看 我来到这个地方 还有小鬼蛋 然后这个女士说 要念姐节奏 两万遍 嗯 好像是这个数字 但不是特别清楚 然后女士又说 你求我不如求她 同修一转身 看到她自己的母亲 双手合十 念经走过来 呃 请问师傅 嗯 她这个姐姐 就是要念给 谁 是念给她 跟她母亲 还是她父母啊 当然她母亲啦 她母亲还活着 是不是啦 活着 对啊 你跟母亲化解 怨解了 不就是什么烦恼 都没了吗 哦 好了 好的好的 没时间了 好的好的 感谢师傅 嗯 那就问到这里 嗯 嗯 师傅你保重身体 嗯 再见 再见 嗯 师傅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 时间关系的 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 感谢